主料,小鲫鱼两条,辅料,大葱两根,将一块,料酒,盐,准备所需时才将大葱鲫鱼料酒,将鲫鱼生两面化两刀,塞入切好的姜片,放到容器内倒入料酒腌制五分钟,这锅内加入少许猪油,放入鲫鱼两面煎至金黄,加入适量水大葱切断放入,大火熬开即适乳白色,调小火继续熬, 一个小时后后再加盐即可,我有时是熬了将近两个多小时哈,因为熬得越久越鲜香,不用加任何鸡精味精都很美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